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但是基本惩罚的话基本上一般这种吃泥臭的这种话都是各个老板各个品牌的负责人来作为惩罚对象 主持方式的话就是大家是个品牌然后由那个聘请的第三方的中文老师来做 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个规矩是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肯定是自愿的不会说是有强迫什么的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大家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老师的话呢可能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大家 这个东西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